我是趙紹康 歡迎你回到向選民報告的現場 那麼楊智良 他說他之所以願意接受國民黨 擔任這個20左右 不安全名單的不分級立委 是因為他覺得國民黨的這個選情 不太好看 不太好看 那當然就是說 到底這個國民黨誰跟他接觸 我現在不知道 不過一個政黨去接觸 自己認為不錯的候選人 這是一個政黨天經地義 該做的事情 我知道像新加坡來講 他都到民間去看 拿公司那個總經理 經理年輕 他想辦法去挖 去抓 每個政黨都要去找人 那好 現在楊智良 為什麼認為國民黨選情不太好看 除了馬跟蔡現在這麼接近 因為送的原因 現在看起來至少親民黨提名的 現在已經公佈的 這個第一批 他還有第二批 第三批 據說 那個不分級還沒公佈 大安區有陳振勝 文山區有李敖 這個龍潭有劉文雄 內湖南港黃珊珊 第一選區台南市有李中志 高雄有李建南在左營男子 台中第一選區有段偉渝 然後第八選區有陳青龍 當然其中有些知名很高的 像李敖 劉文雄 黃珊珊 劉文雄不在龍潭 聽說在中立他昨天講 這樣子啊 他換去了 又要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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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換 不管了 就是說 這些候選人會不會也 也把國民黨的候選人拉下來 我們舉香港 香港這是泛民主派大敗 大敗 我去問為什麼大敗 其實很重要一個原因 就是有一個人 然後據說是受到這個影響 然後他這個派或這個團隊 每個區都搞了一個候選人區 不見得 基本上大概當選的不多 但是拿票也不多 拿個3% 5% 就把同樣泛民主派的人拉下來好多個人 香港的吳三桂 所以香港這次有這樣的情況 那親民黨有沒有可能 在不同的選區 雖然我不知道票會拿多少 但是也因此把國民黨拉下來 來 育方兄 沒有在你的選區 不過如果到你的選區你怕不怕 他不怕 李敖一度有說要去他那裡 對啊 他不怕了 他不怕了 他贏太多了 基本上來講 國民黨的 親民黨 新黨的人 都是西出同院 所以同質性是滿高的 所以任何這個同一個系統 多一個人出來 你的票一定會減少 不可能增加了 所以你問我怕不怕 這不是怕不怕的問題 就是說對我來講 我希望不要看到這種情況 陳偉你覺得會不會影響 這個我其實都仔細檢查過這個名單 我認為親民黨所提的這10個人 一個都不會當選 那在這10個選區裡頭的 國民黨的候選人 原來是有勝選的希望的 就由優勢變為弱選的 我認為不超過一個 那不超過一個就沒有啦 就是一個 一或零 對 頂多一個 所以沒什麼 因為老宋也已經把他們都忘掉了 老宋錢也沒有發下去 也沒有鼓勵他們 他變成這樣散老了 不知道這樣 五分不退 中操人生什麼 親民黨這些人 親民黨這些人都沒有士氣了 完全都沒有士氣 陳真勝跟蔣乃欣 蔣乃欣 李敖還沒有士氣 到處上節目還滿有士氣的 李敖是在吹牛 製造這個上媒體的機會 他根本是個演員 不是一個參與選舉的候選人 還有他可能不登記 你覺得他有可能不登記 有可能嗎 有可能 有一天跟我同台他講說 我被你嚇得 你嚇他 你不是要出十萬給他增款嗎 我被你嚇得 可能不會去登記 李敖會被你嚇到 對啊 這樣 你怎麼會嚇他 我說他根本是做夢 要跟賴士堡選舉 根本是不可能 一個不可能的夢 那他怎麼講 他說是啊 他意思是說 我不能很準確的引述他的話 但是那天有聽出來就是說 李敖有可能不會去登記選立委 所以他們有沒有實席 所以李敖如果去掉一個就沒有了 就把李文雄又找出來 所以他們到時候要湊實席 根據我們的選霸法規定 確實是你要做不分區的登記的話 有政黨票的基本的條件是 上一次的選舉 你必須要取得3%以上的選票 或是你要有提名實席以上的區域立委 所以你如果沒有符合這其中一個條件 你就沒有資格得到任何不分區的選票 而且他沒有加入親民黨 所以他算不算親民黨提名 我考不清楚 有沒有加入親民黨那是另外一回事 他可以是提名以後再加入也OK 政黨的那個 政黨的同意書 好像都會推薦 都不願意加入哪個政黨 現在因為親民黨 親民黨他們可能後續還會再提名 那我認為那個再提名 並不是為了考量自己的聲勢 也包含了擔心個別的選將 可能會有一些的狀況 所以他就像繳交臉年數書一樣 25萬8千份是過關 但他必須要多繳交一點 以防了中間出現出一些狀況 我們最近這個小豬議題 小豬有變神豬嗎 Long Stay這個跟Home Stay 到底平安府到底怎樣 我們看一下新聞帶來 鬆弄上一個平安的 馬總統這一袋胸口小小平安府 成了最佳造勢伴手禮 沒有想說還早嘛 選舉還早嘛 就沒有想到說這麼踴躍 平安府只是一個象徵而已 重點是馬總統的親簽名 別找了平安府只送不賣 只能看看樣品過乾癮 馬伴打鐵勝熱 再推出平安府第二代 外表是小國旗義相當搶眼 主題還是僅僅扣住國家認同 一面是題字 由馬總統親筆字機 裡頭還有個玄機 總統寫了12個版本的字卡 包括了金榜提名 突飛猛進 行車平安等等 要擴大需求範圍 我們未來針對國旗小包 或是中華民國包 以及未來我們還要做一個 台灣加油的小包 未來都會有學業進步 學業突飛猛進 或是金榜提名的學業平安府 希望就是說 在平安府上 我們還有做一些分眾的價值 隨包附贈加碼不加價 要用商品拼文宣 國旗包平安府的強敵還是它 民進黨發揮小豬效應 加碼填寫許願卡 靠著小豬把小英送進總統府 凝聚響心裡 我們希望透過小豬 連結所有鄉親 所有支持者的情感 民進黨三隻小豬團結力量大 讓國民黨要拆解很費力 商品概念PK 試圖稀釋小豬的影響力 就宣傳理事件台北採訪不到 好 那麼 老師你曾經講說小豬會變神豬 是你預測的嗎 不是 我從來沒這樣講 好吧 小豬召集令 小豬黑娘家 大豬小豬手牽手 然後呢 全省大串聯 然後這是民進黨 國民黨的HOME STATE 啟動平安府 從米九到HOME STATE 然後呢 從台灣平安府第一代 現在今天新的加強版 叫國企小提包 等等 他們還要搞學業進步的平安府 到底怎樣 變來變來變去 來 鄉樓你怎麼看現在 當然就是說因為 楊小豬其實他不是一個策略 他不是綠營預先設定好的選戰策略 他也不是綠營所設想的一個政治獻金 效果還不錯 他就是見招拆拆拆 我們只能講說 綠營在面對選戰過程當中 偶爾出現的一些狀況 然後呢既化解自己的危機跟尷尬 同時轉化為 就是刺激支持者 更進一步表態的動能 就是當然說我們不對的時候 但是我們又不覺得自己不對的時候 那你們來聽我 那種就是說 小豬的那種風潮 其實背後就是 把支持者的那種的熱情 就真的有那種對抗的感覺 好像營造出一個 好像馬英九的監察院 然後再壓迫他們 然後把支持者召喚出來 那填補之前的那四個月當中的 那種情感的空白 因為民進黨蔡英文跟選民之間 有四個月的情感的空白 現在把它補起來 那我覺得他的議題 雖然綠營一直想把這個議題 再往下燒 可是我覺得已經差不多了 再下去的一個造勢效果 其實邊際效用已經差不多 就到頂了 相反後續會有一些困擾 那從藍營的部分來講 藍營的這個就是說 他的平安符 我覺得還沒有充分的利用 雖然說那個平安符的概念 可能會很多人是討喜的 但是我認為 固然有很多人 是因為送了你馬英九 看到馬英九三個字 可是這個平安符 它終究是要最後轉換成一個 能夠吹票的東西 我身上我車上 或者我的書包上面 我還是要考試 然後到處都掛著一個平安符 這是重要的 我們休息一下 走開 我是趙紹康 歡迎你回到 向選民報告的現場 來... 藝鴻 你比較了解這個民俗 小豬變成豬有用 還是平安符有用 如果要我來選的話 我覺得小豬好像比較好 比較有那種參與感 比較可愛 因為你這種包啊 那個平安符 平安符 我對這個符都不相信了 基督徒就被排除在外面了 因為有些人 很多人都掛符 掛什麼東西 我覺得好像也沒什麼效果 但是那個 人家小豬裡面裝錢 然後拿出來那個 結結棍棍的是錢 結結實實的是錢 你比較喜歡收到 裡面有錢的小豬就是 對... 是這樣喔 我覺得那個小豬的idea 原先不是設計的嘛 就是人家 他解釋成是打壓 我逆施操作 然後不小心點燃 變成燎原之火 這裡頭有很多的情感在裡頭 不但是小豬捐款 那不重要啦 其實是一種感情的串連 是一種組織的串連 那國民黨當然不能做事 讓他這樣賣 所以想了一些東西 這個是有抵消的作用 但是說你要勝過它 我覺得再發明什麼好東西 沒有辦法勝過它 我還是從商品邏輯來講 馬總統的這個 一路走下來的商品邏輯 是有問題 他從拿米酒 然後從long stay開始 變成home stay 然後從這個國旗包 然後現在轉進又變平安符 這個對商品的行銷邏輯來說 這個是沒有延續性的 沒有延續性的東西 怎麼可能激發出一個 串連的情感 所以在這個邏輯上來說 就在商業上已經輸了一截 不是喔 他這個國旗這個是對的 因為你現在跟親民黨要搶票 由一某種程度要搶正統 所以他而且還告訴你 這個國旗默許